上一讲,我们讲了居住权 居住权是民法典新增的用意物权 目的是保障特定人群的居住权利 今天我要讲本章里最后一个用意物权 地义权 地是土地的地,义是服义的义 地义权听起来比较陌生 但其实很好理解 就是在他人的土地上设立一定的权利 来提高自己土地的使用效益 比如甲,为了更好地利用土地 可以和义签个合同 约定他可以到义的土地上排水 通行,设置管线等等 听到这里 你是不是感觉第一权跟我们86讲 讲过的向林权有点相似呢 好像都是一方要为另一方的通行排水等提供方便 但其实这两种物权很不一样 举一个案例你就明白了 开发商甲以观海为卖点 建设了一栋高级住宅楼 但在这栋楼前方更靠近海的地方 有一所失利学校 为了防止学校建高层 挡住关海视野 甲能用向林权来限制学校吗 答案是不能 在86讲我们讲过 向林权保障的是人们最低的生产生活需求 比如不得限制向林方通行采光 而根据生活经验我们知道 看海景肯定不属于最低的生活需要 而是一种比较奢侈的享受 开发商如果想确保海景房的视野不受影响 正确的做法是和学校签合同 为自己设定一个第一权 比如开发商甲可以和学校约定 学校在20年内不建高层 假设给予学校每年10万元补偿 如果双方和和气气地把合同旅行完 这是最好的 但现实很复杂 假设双方合同才旅行到第8年 学校就搬走了 搬走后 学校把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了开发商椅 椅也看准了海景房的商机 在土地上建起了高层住宅楼 这下开发商甲急了 要求已立马停止施工 但已坚决不同意 因为协议是甲和学校签的 但自己无关 双方沟通为国产生了争议 对此法律会如何认定呢 要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要先来具体地说一说 什么是第一权 理解第一权 要注意把握它的法律特征 首先 第一权产生于当事人之间的一丝资质 相比于相邻权是法定的权利义务 是无偿的 第一权不是法律强制的 而是当事人之间协商出来的 所以一方通常要为另一方提供补偿费用 在开头的案例里 开发商甲就是和学校签订了合同 并每年向学校支付10万元对价补偿 说到钱就要讲到第一权的本质特征 第一权设立的目的是提高一方土地的使用效力 前面说过 向邻权是为了生产生活的最低需要 所以必须利用另一方土地 而第一权是为了让自己的土地效益更高 在开头的案例中 甲住宅楼就是要满足自己观赏海景的更高需求 说到对土地的利用 我还要提醒你 第一权中的利用也分为两种 一种是积极利用 就叫积极第一权 另一种是消极利用 就是消极第一权 比如案例里甲住宅楼获得的眺望第一权 就属于校级利用 学校只要不作为 别见高层就行了 除了眺望第一权 还有通行第一权 取水第一权 铺设管线第一权等等 这些属于积极第一权 也就是第一权人 可以在另一方的土地上积极作为 此外 第一权还有一个特点是 不受物理距离限制 向邻权要求大四人不动产 必须向邻 而第一权没有这个限制 开发商甲和学校 就算隔得好几公里 也没有关系 前面说过 第一权主要是双方设立合同取得 但就像案例里说的 如果双方合同都签了 学校又把土地转让给的第三方使用 转让之后第一权还有效吗 也就是开发商以 有义务继续遵守协议 不得见高层吗 民发点规定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土地 土地使用权转让时 土地上设立第一权的第一权合同 跟着转移 也就是说 开发商已购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就是带有第一权限制的 但这里还要注意 民发点规定 第一权没有登记的 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方在案例里说 如果开发商甲没有对第一权进行登记 开发商已也不知道这块土地上有第一权限制 他就可以建高层 甲无权阻拦 所以说 如果你要跟谁去设立第一权 为了免除以后的麻烦 一定要去做登记 还要补充一点的是 第一权和其他物权一样 也可以通过继承取得 变形一下开头的案例 假设开发商甲是个自然人 在住宅楼开盘前不幸去世了 他的继承人就可以同时继承楼盘 以及跳往第一权 继续要求学校在合约期限内 不得见高层 好 说完了第一权的设立 我们再来看第一权的消灭 第一权消灭的原因有很多 最常见的就是期限接满 或者约定消灭第一权的私由出现 比如 学校如果想在土地转让时 第一权消灭 他就可以在第一权合同上约定这一点 此外 第一权设定的目的不能实现 第一权也会消灭 还拿开头的案例来说 如果在比学校更靠海的地方还有一个建筑 也建起了高层 那么现在就算学校不挡看大海的视野 学校前面的建筑也会挡 那么假和学校的第一权就可以依法消灭了 假后续也就不用再向学校致富补偿金 还有就是 如果使用土地的一方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使用土地 第一权也会消灭 假设假和学校约定的不是跳望第一权 而是通行第一权 但假不仅从学校里借到了 还在学校的地下埋了管线 这就是没有按照合约使用土地 学校有权依法解除第一权合同 假不仅不能再通行了 而且还要拆除管线 赔偿学校的损失 第一权消灭以后 第一权人如果在土地上设置了其他建筑和附属物的 应当及时清除 但提供土地的一方想继续实用的 双方也可以协商有偿转让 好,讲到这里 我们可以再来回顾一下开头的案例 其实答案已经很清楚了 开发商假 想要学校不得建设高层 不能通过向灵权要求对方 只能协商设立第一权 可第一权合同还没到期 学校就把土地的实用权转让给开发商一 这时候我们说第一权也会跟着转移 如果假与学校设立第一权时进行了等级 那已取得了土地实用权后 也有义务遵守协议 不得建设高层 但如果假没有等级 那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也就是不得阻拦以加建高层 好,关于第一权 我们就讲到这里 总结一下今天这一讲 第一 第一,地权是一种用意无权 只在他人的土地上设立一定的权力 以提高自己土地的利用价值 第二 地权与相邻权不同 相邻权是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最低需要 而地权的内容 可以由双方自由设定 第三 地权至合同生肖时设立 可以登记也可以不登记 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听完这一讲后 想请你分享一下 你曾经见过或者遇到过 与第一权相关的失利吗 他们的最终结果如何呢 欢迎在留言区 分享你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